選手的內在其實會讓很多人感覺的到 當一個選手在擂台上不斷的被擊倒 但是他會拚了命的站起來 那是一種精神的展現 我打過一場很特別的比賽 日本知名老選手 我跟他實力是有所差距的 但是他在比賽結束之後 主動伸起了手 表示他認同了我在擂台上的表現 我來講就意義重大了 就是你努力了20年 可能就是為了讓世界認同台灣的職業摔角 紅色角落 二王 Kazuya 我是一個台灣原生的職業摔角選手 我叫Kazuya 台灣對於職業摔角的不解 原因是因為 大家根本不知道職業摔角是在做什麼 透過我是職業摔角選手的方式 讓大家對職業摔角有正確的觀念 開始理解之後 就會開始有更多正向的態度 去面對這個職業運動 誒 老師你好 我是那個小 進道館之前要先跟道館打招呼吧 誒 尊敬道館好不好 有 開動 OK 我一開始就這麼硬嗎 喔對不對對不對 那是超進階 那已經基本上是比賽內容了 這下小小基本訓練中有的是最重要的 所以等一下會從基本開始慢慢練上去 好 跳起來 跳起來 好 職業摔角擂台是一個四角的擂台 但是他常常被稱為四角叢林就是這樣 他是一個叢林 他很危險 你如果當你一個人投入到裡面 跟另外一個人對打的時候 是不會有任何人幫你 一 二 二 三 五 四 七 二 四 七 Come on 你要放棄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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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二 四 八 二 四 九 二 五 十 你上了擂台 你就要對自己以前所有的訓練 抱持絕對的自信 九 十 最後十個 自己看完它 一 二 二 三 二 三 你在擂台下的時候你必須謙卑 但是你上擂台 你已經是一個可以站在擂台上的選手 你就應該對自己 已經出道這件事情充滿自信 我就應該給觀眾一場好比賽 入門的第一天 嘔吐都是蠻正常的 一般來說我們做這個動作 可能會做超過五百下以上 職業摔角選手基本上都是經歷過這一段 因為 我們必須要去負荷我們可以達出的比賽 來 起 開始 準備好嗎 開始 準備好嗎 好 來 運 那有很多時候你的確會遭遇到一些 比較痛苦的打擊 像剛剛那幾層訓練 但是你必須依靠自己的意志力去克服它 Come on 跪著你做完 我真的認為職業摔角是一種很美的運動 選手的內在其實會讓很多人感覺的到 當一個選手在擂台上不斷的被擊倒 但是 他會拼了命的站起來 在跟對方對峙 並且要求對方攻擊自己 那是一種精神的展現 3 OK OK 站起來 站起來 OK 喘一下 喘一下 你自己做完了八十個 沒有靠別人 你自己做完了 你有沒有發現剛才一開始的時候在做訓練的過程 你會感覺是有點被趕鴨子上架 你覺得自己是被披著來做 但是到後面你自己 我還沒有數你就自己準備好 準備要做下一個東西 這個是你對自己的負責 很好 有感覺到這樣的精神嗎 有 像最後十下是由你自己屬門的話 學生們就會知道是因為我想要走職業才有這條路 我必須 我很累 我還是必須靠我自己站起來 就算很醜跌倒很醜 或者是被擊倒很糟糕 我還是必須奮力的自己站起來 這是一個直接摔下去的精神 往前的時候一開始走就變容易了 然後往下 站起來 起身往前 起身 有點類似 你只要剛的力道對了 然後手扶好 就過去了 OK 之後的腦法是直接摔腳去緩衝衝擊力非常重要的一個訓練 噢 沉起來 像這種東西 就是往地面瞬間把那個 每個招式施展出來的時候 他的那個速率不一樣 有些人的呼就下去了 所以你要感受到自己身體的狀況 我的身體跟手同時 這種感覺 OK 不錯 很好 來很好 很好 再來就是我們後面的戰績訓練 對 就是真的職業的摔腳擂台上的一些基本動作 OK 然後我今天有帶一些我的秘密武器 哈哈 我們的 以前 國中留下來的 江斯伊娜 WWE的招牌選手之一 江斯伊娜 目前 台灣就是知名度 應該算最高 所以最好選手 這個動作一開始的時候是 左手去 hold對方的後頸 後頸 對 然後右手 輕放在對方這個 手環外的手 這個力發 OK 然後左腳往前跨 蹲馬 蹲馬 有點像蹲馬 今天我們剛剛有做了很長時間的下盤訓練 就是為了讓你的下盤過穩 來試著推動穩 用力推 用力推 推動 我們擂台上面打的比賽 我們是要打倒對手 不是要殺了對手 我們在打擊對方的體力 我們是要不斷的消耗對方的體力 不斷的讓對方有可能精神層面稍受到消耗 比如說我們用關節技鎖住對方 但是 我們不會想要傷害到對手的職業增壓 放輕鬆 把筋上就OK了 來 再來 好 1 2 4 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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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從外往內 往外 OK 1 2 3 HOP 這是往內 HOP 這個你很痛對不對 然後就做一個做一個動作 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然後這個地方往上 CRO 對 所以我們今天只是要做完這個動作就可以了 OK 所以我們在攻擊對方的當下 我們會確實的打擊到對方 確實的消耗對方的體力 但是我們不會真的想要傷害或者是殺了對方 有這樣的想法 這樣是不專業的表現 有沒有發現直接場上的一些動作 雖然你看起來好像 他就是一個轉個圈做個東西 其實都是要經典每月的訓練 對 好的 加瑞 今天整體訓練在做的一些動作上面 雖然很明顯就是跟大部分的新人一樣 就是體能負荷還有一些動作做得沒有到這麼標準 但是你是靠自己做完這整體訓練 你沒有因為覺得很累 所以就把這些東西都放棄掉 就完全不做了 或離開現場 我覺得這整體來講 是職業摔腳很重要的一個精神 所以今天整體表現來說 在水準以上 辛苦 好 謝謝老師 職業摔腳的一些美麗的地方 因為他不放棄的精神 會讓我有很有動力可以繼續往前走 所以後來小時候立下目標之後 就不斷的往職業摔腳這一塊努力 但是其實過程中其實蠻辛苦的 因為職業摔腳在台灣 並不是一個這麼大眾的運動 應該說大部分的體育項目 在台灣其實都是多半比較不被重視 在雷台上的運動又更加的是這樣子的狀況 我打過一場很特別的比賽 就是對新奇人生選手打的比賽 這位新奇人生選手是日本知名老選手 明顯的感覺到我跟他實力是有所差距的 但是他在比賽結束之後 就是對我主動伸起了手 就是要跟我握手 那表示他認同了我在雷台上的表現 所以這個動作他沒有講任何一句話 他就只是伸出這隻手 對我來講就意義重大了 就是你努力了20年 可能就是為了讓世界認同台灣的職業摔腳 你打得很好 當那個時候你就會知道 嗯 謝謝 謝謝這些年來的我 你說有想放棄過嗎 其實也沒有 就是那個時候只會覺得說 那我們這個方式不行 我們可能要換的方式 所以才會導致我現在開始做一些網路市場 因為我後來意識到 台灣對於職業摔腳的不解很大的 是因為大家根本不知道職業摔腳是在做什麼 大家根本不知道職業摔腳它真正的內涵是什麼 所以因為不了解所以會害怕 所以會衍生出各種不太正確的觀念 比如說我摔腳是暴力 摔腳就是你打我我打你 而且摔腳會流血 這些東西都是相對刻板印象 所以我才會開始做這麼多的網路市場 去跟觀眾直接性的對話 我透過我是職業摔腳選手的方式 讓大家對職業摔腳有正確的觀念 社會對這個開始理解之後 就會開始有更多正向的態度 去面對這個職業運動 職業摔腳選手除了你的基本功打的扎實 跟你的所有擂台上的動作要做的確實之外 你還要懂得怎麼樣去跟觀眾對話 這就衍生出你剛剛講的 他為什麼會有一些演藝的性質 他為什麼會有一些奇裝異服 那些都是為了要讓觀眾能記住這個選手 我們曾經看過很多選手 他基本功非常好 他打得很好 但是觀眾他比賽打完之後 就完全忘記他是誰了 因為打得好的選手很多 那既然觀眾沒有辦法記住他 那他這個選手基本上 他就沒有辦法成為一個Top選手 當然也有一些選手 他可能打比賽打得沒有到那麼好 但是他的風格非常強烈 那觀眾就會記住他 這也是其中一個職業摔腳 跟其他運動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家長跟我講說 你這個有沒有辦法讓你賺大錢 我會跟他講說 如果你真的要賺大錢 你做別的行業啦 不要做職業摔腳 這個真的是 以目前來說 不只是台灣啦 很多世界上的職業摔腳選手 都沒有辦法賺大錢 一年的總收入 2018年吧 大概是8萬多元 比賽算下來 然後還有獲勝獎金 然後還有一些產品相關收入 可能還有一些門票的分潤 那總共只有8萬多塊 你看一年的時間裡面 那一年大概打了 十幾場比賽 但是只有8萬多塊 你就知道台灣目前的環境 還不足以去負擔一個選手成為全職 但也是為什麼我們要更努力的原因 我們這一代可能沒辦法 但是我們慢慢的把這個苗 種下去之後 未來可能有一天 台灣的職業摔腳選手 是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的 遇到比較新的選手 然後你會給他們什麼樣的錄影 職業摔腳不管是哪一國 都是一個很辛苦的職業運動 他要想的層面很多 你一定會受到很大的打擊 你一定會有很多的低潮 但是職業摔腳就是這樣子的運動 職業摔腳選手 如果從頭到尾都是一帆風順 或者是總是讓你可以輕鬆的獲勝 那這樣的職業摔腳比賽就一點都不好看了 職業摔腳好看的地方就在於 你可能被重擊 不然你在擂台上看的任何一個動作 摔技 打擊技 關節技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非常非常疼痛的 那為什麼很多觀眾說 那既然這麼痛你們為什麼可以撐下去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受這麼多訓練啊 我們受這些訓練就是 為了要我們可以對抗這些東西 如果說一般人上擂台可能 就是一下可能就真的是不行了 所以你說他會不會痛會不會受傷 會不會有傷害 絕對會的 我們都會跟大家講不要在家裡模仿 千萬不要在家裡模仿 就是因為這樣